家长们希望这个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啊 这个是这个可以了解的 但是呢为了让小孩在学校能够受到最顶尖的教育 家长们是不是向学校施压 那么这个校长呢顶不顶得住 彰化县有一间明星国中啊 叫做阳明国中 这学期换了个新校长 家长们希望能够采取成绩分班 所以呢跑到学校去关说啊 透过了明代来关说啊 但是新校长还是坚持要常态分班 结果呢看到了有一百八十几名的新生 竟然在报道的时候 他们选择不报道 跑到别间的私校去就读 彰化县所国中一开学 来报道的新生竟然少了快九成 两百个新生竟然跑掉了一百八十个 只因为强硬的校长 不答应家长按照能力分班 公立学校的话 又不能挑老师 又没有办法能力分班 所以我们只好选择私立学校 让小朋友的话 也不用下课出外面去补习啊 就算家长骂翻天 甚至把孩子全转学到私校去 但立场坚持校长说什么也不让步 每一个老师都在听 所以我们在学生这个家长 关说方面我们常常在讲 如果孩子能够视讯的话 讲而且多方面的来培养的话 应该是比较正确 校长说当时家长甚至一度 找明代来关说 要求学校一定要按照成绩来编班 还指定有明师来教导 但能力编班对学生的学习 到底好不好呢 还是得听听孩子的说法 毕竟家长为了孩子好 要求学校能力分班 但就校长的立场而言 每个学生的受教权都是一样的 不应该靠成绩来决定好坏 双方僵持不下 也让200个新生跑掉了180个 各说各话 昨天新闻陈孟辉彰化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